大家好,我是City,今天带来一期缺晃就把他累积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City姐姐大战黑色浮云 City姐姐也开始练八神了 她用八神做一手法对抗黑色浮云的大门 哦,开场大门给她来一个超大外哥 这个波有点不谨慎啊 如果对手向前一跳肯定是躲过就抓 头上腹跟摔,第二次没有摔到 哎,八神重手掏个波 这种情况之下八神必须寻找一个突破点来突破大门的防线 那么就骗大门一招 你看又被大门给抓住了 现在大门超大外哥,近身一个里头 然后大门近身再猜招 哦,猜到了 猜到八神应该就跑不掉了 会被直接带走的呀 近身天地反,近身头上佛 然后,哎呀,失误了 但是八神又想向前疯跑 反而被大门给抓住了 第二个回合City姐姐的神乐清赫 这八神练的还是不到位 看神乐清赫到不到位 神乐清赫开场一发跳City 把主持压制到角落 大门也紧客着宝器 宝器出神乐清赫City 哎,生龙 接一个封印 封印完事之后再后撤 再找大门的破绽 现在神乐清赫注持 大门闪到背后 神乐清赫掏下盘 划铲 哦,起手了 封印 生龙 双生龙 三生龙 直接将大门给升没了 升天了 现在来到第三个回合 黑色浮云的 草提精 看草提精 哎,取消一发毒咬 神乐清赫下盘攻击 也是直接用封印 圣龙身上去 再来一发封印 两发封印之后继续弹塌 弹完之后 哎,起手 板边跳特地呢 被抢下来 草提精一个毒了图 跳转 哎呀,地头没有头到 这就相当尴尬了 神乐清赫又开始注持操作了 撂倒 撂倒以后中断起手 起手以后 飘离 滑到背后抓一下 草提精之后们给 征服了 我们接着看第四个回合 黑色浮云的八神现身 好,八神快速一起跳 神乐清赫注持压制 跳一发塞地 板边进身一个封印 封到角落之后 再次弹塌 弹完之后 滑蝉取消 八神跳抓卸锋 葵花清云摁倒 摁倒以后 地波取消 抓卸锋 翻手奎过来 奎过来之后 闪现 闪现还想再来一个 反神位的百合者 看这个情况 但是想跳 没有跳起来 现在想了天和机 用亲手确认 生龙 哦 八神用八重力抢反了 现在百合者呢 没有出 闪身想抓卸锋 不可能 哎 神乐清云继续注持压过去 这个神乐清云弯呢 也是相当有灵性 起手封印 把八神给封到死 各种封印 C的姐姐拿到第一份 我们进行到第二局 好的 第二局 看C的姐姐 能不能拿到第二份 这局的话 C的姐姐还是没有换人 黑色浮云 他也没有换人 大门草地精 八神 好 C的姐姐用八神手发 看这局情况如何 大门跳地 下中脚 没有中 哎 八神先跟个拨 再跟个拨 奔跑 要跳特地 不料被大门抓住 抓住以后来发里头 剑身下轻角 天地反升 剑身再扔 后面剑身大门再猜招 哦 头上扶 中了 看来这局八神又没有用之地 轻角点一发地域接了路 C的姐姐的八神还需要再练练 下地 脱上扶跟拴 剑身接一个 好月亮 晕了 晕掉以后呢 就没了 还是要看神了千鹤的 八神开场就是送 第二个回合 神了千鹤出手了 又要 难道说这场还是神了千鹤的秀场 草体精都没有机会出场的吧 生龙接封印 主持对一下 中断起手 下方攻击 对手都没有中 挑择地对手也没有中 大门两个闪身 快速闪过 闪过以后 神了千鹤再次一个主持 压制 生龙空了 哦 起手扔 反身位 中了 哈喽 起手哈喽 生龙去哈喽 生龙上去封印 双生龙 哦 这又弹个哈喽 这神了千鹤是秀翻了 各种花式街 第三个回合 黑色浮云的草体精 哦 用cd复合了一下 现cd直接出手 现在神了千鹤 跳起来 压起身 中断 亲手接步阵 看步阵 能不能接上什么招式 后面 亲手两点 没有接上 接上了一个亲手 后面没有接起来 哦 低头 然后 清腿 低头 双段低头 已经掉血很多了 哦 逆向肯定是打不到 刚才那个距离 跳的太高 哎 草体进荒咬 生龙空了 哦 又被封印 生龙一下 第二下肯定生不到 这个距离 他还想再生第二下 反边又开一柱瓷了 封印 一点血 生龙挡不住 我们这日看黑色浮云 最后一个角色了 看来真的是 神了千鹤的秀场 他是在练 神了千鹤 并不是在练八神 哎 神了千鹤跳起来 八神跳贼 压起神 神了千鹤继续柱瓷 哎 葵花 两段肯定不中 生龙上去接封印 八神一个超杀 摁过来了 好的 神龙 哎呦 没有生 轻腿勾腿勾不住 神了千鹤 柱瓷继续开压制 跳贼地继续进攻 本边连续跳贼地 华蝉取消柱瓷 八神葵花两段 接爪截天堂之眼 放一炮 放完之后反馈一下 然后闪现 下盘勾腿 神了千鹤又开始注射了 但是八神还是用一个中脚踢了一个拨 神了千鹤注射 飞升 跳起来注射 好 反身又来了 又是一个花世界 但是距离不够 八神被搞得是被这个影子搞得有点头晕是吧 都不知道该怎么出招了 看这个情况 确实有点头晕 现在神了千鹤步步紧逼 八神挠一爪挠一爪都没有用神语啊 C地复合封印 但是啊 没有打到被防下来了 也想骗八神一下子 但是八神并没有上当 那么这是看第五个回合 C地姐姐她的草蹄精 拨草 最后一个拨草 开底拨 哎 八神攻过来 草蹄闪到被我清水精的嘴唇 由天堂自然抢反了 抢反完事之后 葵花千云将她摁倒 然后八神再来一个跳 哦 但是被抓 招完中草蹄精C地 下盘攻击 下盘攻击 哦 三世到角落 反变身 肯定是判定草蹄精会跳 比分现在来到2比0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判定这个八神会跳 2比0的情况下 黑色福音要加油了 感觉成了C地姐姐的活膀子 这是怎么能行呢 下一局C地姐姐用八神首发 还是八神首发 这局八神能不能溜一溜 看到能不能溜一溜 还是对抗黑色福音的大门 先复合个波 百合哲连住了 青腿重手葵花千云将她摁倒 然后来发地波 但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再接着连 现在发现又一个跳 才跟她打中 打中抽 八九被定高一点 前跳的后跳特地 葵花三世 底波走 解锋抓 轻手接着一个葵花 八九被右上了 跳C地两次三次八只女收了 我C地姐姐这个八神呢 不狠是不狠 狠起来连他自己都怕 这一套连着的掉血量简直绝了 比别人的超下连掉血还要多 现在看黑色浮云的草蹄精 草蹄精清腿七手七十 就该上天 空中C地没有打到呀 八神继续跟上去 来发地波 烧一烧 葵花 对手闪到背后 前一重腿毒咬 取消 大小地上 跳C地 荒咬 生龙 倒生龙 借一发无数没有进 草蹄精选择连续压制 被八神卸锋抓过来 现在八神地波八九杯 跳C地 两次 地波 葵花三世八只女 上 他这个并不是取消 而是葵花三世之后又接了个八只女 这个需要打点比较高才可以 轻手葵花两段 千云摁倒 然后再来一发八九杯定住 又是双发八九杯 地波 生龙 后面跟上去 一波轻手 哦 跳C压住了 刚C地再来地波 后面八神 哎 中段 没有中 八神一个闪神抓泄风 千云摁倒 姐姐带走 草蹄精没有了 后面还有一个八神手底 不会被C地姐给穿三吧 这个八神是真的秀 轻腿中手来个波 跳C起身 猪断没有中 还是被黑色复印掏了反身位 哎呀 但是黑色复印没有接住 没有接住招 应该是想接圣龙 出了个地波 串招了 天堂之烟来一炮 葵花青云摁倒了 闪现跟走 闪现走路 一点血的C地姐姐还有办法 哎 被小跳卸风了 但是呢 哇 这个失误太大了 都有失误 八九杯被废 太慌了 黑色复印太慌了 勾腿勾腿 哎 跳一下 鼻波走 跳在地 清手套 一点血跳地直接带走了 好紧张的压迫感 大家来播放 祝明天更新